来到29楼 这里走廊就这么阔 走动都很中导 我们今天会看这间 白色单位 由7993尺 三房套连天台 内置楼梯上天台 进来 你会看到一个很宽阔的大厅 基本上买了腰型梳化 圆形的桌子 还有一个大老台 看出来就全部山景 很宽阔 到顶层景观都很开亮 发展商很贴心地在门口位 也预留了一个鞋盖位给你 都够小1加3厚用 存物量都相当大 都挺好小 还有这边有个内置楼梯上天台 天台这家屋是464尺 有一间天台再大一点就600多尺 这些内置楼梯上天台 是市中心来说比较稀有 所以都比较珍贵 这个圆形的睡房都比较大 可惜这间房的窗就小了一点 特色单位的楼底会再高一点 有3.3米起 你见到那个窗是比较高 摆位来说如果房这么大都很松动 然后转过来就有一个浴室 跟楼下那些其实没什么分别 配置上都差不多 第二间房都很大 你看到 市中心屋似这些 所有睡房都很大 其实挺难免的 景观上都挺好的 我看到启德的体育员 漂亮的 最后我们看看主人的房 买位上我觉得挺合理的 这边摆床 看出的视野和景观 跟铁差不多 这边预留了一个凹位 可以做一个大衣柜 可以做到顶 都增加到收纳空间 然后这里就有自己的主人浴室 配置上就跟楼下的差不多 但是它有窗 相对来说就很容易 然后我们再看看主人家 最关心的厨房 咦 给我来 好 辛苦你 厨房其实我自己挺喜欢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U型的厨房 你见到工作桌面是相当大 而且它又用一些比较高级的东西 伸宿水楼梧头 两个大升盘 最主要有三面大桌 这样的彩光是非常漂亮 还有它又有酒柜 而且工作桌面够小 另外它这里走过去 就是一个工人网 利用楼梯底的空间 去做一间工人网 你可以走过来 哇 其实香港做工人也挺惨的 还有这里还有一个工人的浴室 相对来说也挺漂亮的 像这些单位 发展商的二项尺价是21,000呎 你觉得贵吗 留言告诉我